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抵制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情 文章发出来之后不仅没有缓和舆论 反而进一步引爆了全国舆论 很多观众认为 嘲讽小镇做题家会破坏中国社会的底线公正性 杜公 你怎么评价 我到各个网站看了一圈 发现大多数反驳中国新闻周刊的内容 都在用第一人称发言 其中距离高考时间比较近的年轻人反应最激烈 都想代表小镇做题家维护公平 作为资深小镇中年 我这里先不谈对错 先回顾一下教育小镇做题家概念的起源 所谓小镇是相对大镇而言的 中国过去的大镇或者是县城 或者是距离县城比较远的半个县的中心 这种镇从五六十年代开始 就有车站 有电话 有电影院 有全天开门的供销社 往往还有几个小工厂小作坊 虽然简陋 但也是一个完整的工商业城镇 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 中学教育非常稀缺 最基层的中学就分布在这些大镇 其余的地方只有质量很差的小学 中学稀缺 毕业生肯定不愁出路 五十年代初 中国在苏联援助下建立了一批新型大学 发现愿意升学的高中毕业生 满足不了招生需求 被迫动员一批读过中学的军官公务员辞职去读大学 这个阶段的中国既没有小镇知识青年 更没有担心就业的做题家 六七十年代开始 地方师范开始批量培养教师 第一批中学的毕业生也回来教书了 中学教育开始往下扩展 五六个厢之间的小镇往往会建一所中学 每年有一两个班级参加中考甚至高考 这种小镇不一定靠近交通干线 一般来说也没有像样的工商业 只是因为周围的农村实在是太落后了 一个厢的购买力都撑不起专门的工商业中心 所以不得不在几个厢中间选一个相对最繁华的地方设阵 维持三四个全天营业的店铺 隔十天左右 这种小镇会搞一个互通有无的急 大镇存在的原因是经济超越了中国平均水平 而小镇存在的原因是周边地区严重落后于中国的平均水平 当时乡村小学的主力还是民伴老师 但是中学教师多半读过师范学校 所以乡村中学就是现代社会嵌入落后农村的末端神经 由一批读过书 见过现代社会的教师给农村孩子传授知识 也分享外界的说法方式 鼓励了一些学生走出去 这导致学生的见闻和身边的落后现实形成了明显反差 塑造了小镇青年的精神生活 2021年的285期节目 我分析了衡水中学网红毕业生张希峰的演讲 当时我是这样描述小镇青年的 大多数小镇青年受过教育 知道自己的生亡范围之外有一个更大的世界 可以通过努力走进去 但是在中学阶段 他们几乎没有直接触碰过这个大世界 只是因为对自己身边的生活不满意 才会用所有的想象力去美化远方的生活 在另一个地方做演讲的时候 张希峰提到 他把上海北京西安这些城市的景色都做成了卡片 随时携带 随时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远方的美好生活 至于去这个完美远方的办法 只有学习一条路 不过在2022年的今天 如果按照字面一次去考察 小镇做题家其实不多了 因为进入21世纪之后 各地的中学 尤其是高中纷纷往县城搬 至少也要搬到交通干项上的发达阵区 而县城和周围的大镇发展迅速 具备了过去很多中型城市才具有的现代好元素 基层中学的学生不用离家 也能直接接触到现代社会 最近这一轮网络辩论 自称小镇做题家的年轻人 一般来说至少也熟悉县城生活 我甚至发现很多大城市郊区副中心的学生 自称小镇做题家 这说明年轻人只是在 借用上一代小镇青年的概念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为了方便接下来的讨论 我必须用两句话重新概括一下 21世纪小镇做题家的精神特征 第一句 小镇青年认识到自己生活的主流社会的外围边缘 第二句 小镇青年努力利用应试教育体系摆脱边缘身份 无论在哪个时代 和小镇做题家有关的社会矛盾 都来自这两条定义 小镇做题家最主要的竞争者是其他小镇青年 因为做题家这个身份 就是通过和同学比较而形成的 每一轮新的教育普及 都会削弱现有小镇做题家的优势 而从建国开始 中国最稳定的国策就是扩招 用教育拉动经济 五六十年代的扩招建设了乡村小学 七八十年代的扩招建设了普遍的小镇中学 产生了小镇青年的概念 接下来就是九十年代末的 21世纪中的大学扩招 每一次扩招过后 知识青年就会感慨自己身不逢实 被学弟学妹竞争 不能得到学长的上升空间 但他们很少去考虑如果不扩招 自己能否得到当前的教育机会 在二十世纪 大多数知识青年读了中小学 还要留到本地谋生 所以就算出身小镇 他们也不会刻意强调自己是小镇青年 等到九十年代末大学开始过招 小镇青年基本上都能得到 去外地读书的机会 他们在离家的火车上 产生了小镇青年的身份意识 紧接着就是21世纪初 中国经济的黄金年代了 经济高速增长 大中城市就业不断提供技术岗位 大多数大学生都有向上的空间 一座省属本科学校的毕业生 都普遍看不上家乡的公务员 所以作题家暂时不会纠结编制问题 2015年之后经济减速 互联网巨头逐渐碰到了增长边界 提供的技术岗位越来越少 而扩招的大学生越来越多 自认为是作题家的优等生 逐渐开始考虑基层编制 等到最近几年疫情打击工商业 衬托了体制内工作汉烙饱收的好处 小镇作题家就开始一拥而上抢编制 把每一个竞争者都看作绊脚石 所以一阳前洗占了一个话剧院的编制 也能变成全网的热点 可以说小镇作题家的院 其实2020年之后的新问题 但是如果抛开具体的名字 作题家事件的核心剧情 是年轻对学生维护硬实教育的权威性 要求自己熟悉的考试制度 能够包括所有体制内的上升动道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 起码争论过几十次的选拔制度问题 公元622年 唐高祖里渊向所有的寒门考生 开放了公务员考试报名资格 创造了科举考试制度 今年的小镇作题家争议 可以看作中国首页科举考试 1400周年纪念活动 接下来我要回顾一下历史 在唐朝之前 秦汉王朝已经消灭了各地的独立王国 规定了全国统一的文字体系 但是当时没有印刷术 早期甚至没有造纸术 文化成本成本很高 只有少数世家大族 才能收集足够的经典书籍 保存成体系的知识 所以每个帝国都要和世家合作 才能稳定地方局势 同时也获得组织政权的人才 很多顶级的世家 比如说太原王室 范阳卢室 传承时间都跨越了好几个王朝 兰陵萧市从汉朝延续到唐朝 有两个知系一度成为皇族 四十多人当过宰相 普通的地方官员简直数不过来 唐朝皇帝刚刚开始搞科举的时候 世家贵族不太在意 他们觉得科举制 很快就会和汉朝的查举制 未尽的九品中正制一样 成为世家操动政府的工具 早期的科举考试世家子弟的确拿到了 稳定的好成绩 但是公元622年前后 还出现了一件改变历史的大事 就是刁板印刷技术成熟了 和造纸术结合 快速降低了书的价格 让中等家庭也能买书 学习文化 相互交流考试经验 所以韩文子弟的科举成绩快速提升 很快就给世家大族制造了威胁 世家子弟当然不愿意放弃权利 从唐朝中期开始就攻击 韩文的科举成功者 也就是小镇作提家的缺点 而且知道政治斗争不能乱说话 所以很快就抓住了科举制的核心缺点 他们说科举的内容是写师作父 这些中下层的作提家 花了十几年去研究文字游戏 等到考试结束才学着治理国家 而我们世家子弟从容自信 从幼年开始就学习长辈从政的技巧 显然更适合作观 另外世家子弟有家族知识 不缺钱 对贪物腐败的抵抗力强 而近世急于改变自己的地位 捞钱不择手段 经常要想办法踩着同事往上爬 缺乏妥协精神不顾大局 最后世家子利用一个词 概括这些寒门的科举胜利者 轻薄尽势 用来衬托自己世家的厚重 皇帝作为最大的世家 承认上面的大多数批判有道理 但是皇帝也知道 世家的厚重并不是凭空来的 科举考试的官员要贪污 但是世家几百年前就占下的土地 也同样侵蚀了国家的纳税基础 科举官员能力的确有缺陷 但是科举不仅仅是为了选拔人才 更能在印刷术普及时代维护社会稳定 这一点是逐渐时代形成的世家 想不到的问题 印刷术和造纸术结合 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中产人口 具备了基本读写技能 了解家乡之外的情况 这些人口超出了帝国政府的雇佣能力 必然会有一部分溢出 加入潜在的反帝国力量 建立公开的科举制度 可以给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提供上升通道 给剩下的大多数年轻人提供希望 就算考不上 国家也可以让他们心服口服 回家准备来年再考 这样读书人就不会轻易反体制 造反的军队想组了一个参谋部都很难 前面提到唐朝的622年建立了科举制 四年之后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正面 亲手用弓箭撤死了太子自己的兄弟 劫持了自己的皇帝父亲夺取政权 他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皇帝 继续推广科举制 让愿意考试的人都能参加科举 不再用等世家贵族的推荐信了 新一届进士排队进门的时候 李世民就站在城楼上庆祝 说天下英雄入武构中 构作有两个含义 弓箭能够覆盖的范围 或者是抓野兽的圈套 从李世民的人生经历来看 他的意思是科举制控制了所有读过书的年轻人 他们能否为朝廷语教服务那是小事 保证他们不为其他力量服务才是主要目标 所以就算银石作赋 选拔人才的效率很低 皇帝也能接受 科举人才和世家子弟相互平衡 成了唐朝中央政府的基本组织逻辑 唐朝中后期 安禄山和皇朝的军队在唐朝的人口密集区大规模流动作战 都攻占了长安洛阳 尤其是皇朝的军队 主力横扫了唐朝中央政府三分之二的控制区 在全国各地破坏统治秩序 摧毁了世家的庄园 杀光了家庭 烧掉了图书馆 虽然当时的普通知识分子也伤亡惨重 但是毕竟印刷术已经普及 保存几本书 那又比保存大庄园容易多了 所以世家政治从此退出了中国历史 到了几十年之后的宋朝 科举上来的士大夫已经可以公开和皇帝说 陛下唯与士大夫之天下 公元960年 赵旷义政变当了皇帝 当年他就举办了宋朝第一次科举 依托于科举的宋朝行政体系 运行了一个世纪之后 迎来了第一次重要改革 王安石变法 一般介绍王安石 重点都在于他的经济和行政改革 但是配套的科举改革也同样重要 王安石的父亲是个中层官员 他算一个不大不小的官二代 从童年开始 王安石就开始结交上层文人积累名望 21岁那年 王安石考了全国第四名进入官场 但是作为科举制度的胜利者 作为一个主动瞎基层的实战派官员 王安石非常清楚文字游戏 对于管理没什么价值 觉得自己的同事的确普遍存在品行问题 他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世家子弟 对于科举制度的批判 当时的宋朝内部吃财政饭的人太多了 对外军事上打不过辽国 甚至对付不了西夏 不能再把稳定当作第一目标了 所以王安石得到了皇帝信任 开始全面改革 一般提到王安石变法 重点都是经济和行政改革 但是配套的科技改革也同样重要 包括了三项重要措施 第一项措施是修改考试范围 不再考寅师作父 而是直接围绕儒家经典写论文 还给全国公布了王安石自己写的考试大纲 王安石认为 反正考出来的文字游戏能力是没用的 不如用考试促使年轻人学一点哲学和道德 加强官员的自我约束 第二项措施是大面积设官方学校 传授统治经验 逐步替代科举 优秀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尽快 寄官方学校去学习 接受频繁测试 选出最好的学生去当官 第三项措施是多设学校类别 培养行政官员的学校除了太学之外 再加一个教法律的律学 此外还有军事学院和医学院 从宏观视角来看 王安石变法是给总体上停滞的农业社会 引进一套扩张性的政策 一部分政策超越了时代 而地主士大夫阶层更关注维护当下的稳定 激烈反对变法政策 所以大多数新政策 或者被快速废除 或者修改到王安石本意的反面 科举方面的改革也一样 按照王安石的安排 三项科举改革相互配合 第二项是重点 目标是用学校取代一考定中身的科举 学校直接传授统治经验 给寒门子弟提供类似于世家的成长环境 能够兼顾之前科举制和世家模式的好处 实际上后两项改革很快就淡化了 没有人再把官方的学校教育当为事 也没有人在乎新增的军事学院 而第一项改革把诗词歌赋 变成了儒家经典论文 规范了文字游戏的范围 增强了考试排名的客观标准 反而被单独保留了 类似于今天的高考控制考纲范围 在严格签定的范围内 玩各种花样提高难度 给考生提供了无可争议 又相对公平的选拔体系 到了明朝 科举考试的范围 被严格限定的诸锡点评的四书五经 文体变成了标准格式的八股文 而决定了分数的那篇论文 风格必须是带圣贤立言 绝对不许他本朝的实施 甚至不许举秦汉之后的例子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八股科举 甚至王安石的学校选拔制度 最后也被科举制考试吸收了 变成确认排名的工具 明朝的规则是排名靠前的进士 才能进入汉林院 只有汉林院出身的前排进士 才能当科举的主考官 只有汉林才能进入内阁制定国家政策 这就保证了每一代八股作题家 都能充分维护自己的地位 顺便维护科举制度的稳定性 王安石变法之后的科举制 反而比之前更强大了 一直延续到1905年才被废除 科举制对王安石改革的反扑 并不是科举文字游戏的第一次自我加强 唐朝刚刚开科举的时候 也是分很多科的 除了进士科又要考诗词 还有法律历史数学各方面的考试 都可以让平民获得官员身份 但是进士科掌握了主要行政权利 要证明自己掌握全部权利的合法性 也要提高自己对后代搞家庭教育的价值 所以进士科不断提升文字游戏的地位 破坏了其他科目官员的上升通道 最终只有进士科成为公认的科举考试 可以说王安石变法被破坏 被利用有历史必然性 如果王安石变法的三条政策 平移到今天 对应的制度应该是这样的 一 压缩高考科目 指考数理化甚至指考数学作为基本测试 二 减弱单次高考的重要性 但是各级学校都要传授综合知识 频繁测试 根据综合成绩评给学生的毕业表现 三 设置多种课程体系 多种考试体系 有独特技能的人 就可以不参加高考 以其他自个进入体制 从最近关于小镇做题家的争议内容来看 恐怕今天的小镇青年 也会和宋朝的儒家做类似的选择 把自己擅长的阶层上升通道 定义为唯一的公平 狂热加强第一项改革方案 同时以公平的名义 彻底否定后两项方案 之前第440期节目 我分析高考问题 我认为现在的应试教育内卷 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考的内容太少了 所以考官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 出偏体 出怪体 比如说要测试各种开脑洞的 平面几何辅助线做法 除了拉平考试起点之外 对整个社会毫无贡献 浪费了年轻人的宝贵时间 当时我建议 要扩大考试范围 或者干脆不限考试范围 允许有余力的学生 去学高等数学普通物理 世界各国的历史 考出几倍的分数 这样既不明显最终的排名 也能让年轻的时间 用到有意义的学习上 当时就有很多人 以小镇青年的名义反对 认为高考就是要公平 就是要让没有机会 接触高等数学的学生 也能通过低水平的练习 提高排名 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种思路发展的极致 就是我285期引用的 恒水张西风演讲 反观 那些无故诋毁我们的人 你见过行中高三 凌晨五点半时的样子 你以为我们每天天不亮 就奔向操场 一边奔跑一边呼喊 是为了什么 是假装吗 是作秀吗 我们是为了改命吗 我看着晚高峰时刻的 车水马龙 人们走向我 然后路过 仿佛浩瀚星河里 一颗颗暗淡的星辰 他们神色匆匆 各自奔忙 拿着两三元钱的薪水 过着周而复始 寻规蹈矩的生活 一眼就能看到死 那种深邃 那种空洞 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恐惧 那是对未来的无力 因为我在他们身上 看到了自己将来的样子 多年之后 我的父母苍老 姑娘离去 理想破碎 一败涂地 什么曾经的骄傲 什么家族的希望 我就注定了 只能是个普通人 张西风的演讲 让人觉得不舒服 核心原因是他并没有通过考试 改变命运 变成超级富豪 或者不允许批评的大人物 张西风的演讲之后 依然是一个凡人 所以观众才讨厌他 把其他凡人当作蝼蚁的态度 但就算张西风梦想成真 变成了天天让媒体头条的大人物 王安石发现的科举制缺点也确实存在 那些世家子弟对轻薄近视的批评 也依然有一定的道理 应试教育的最大问题 的确就是为了客观性放弃了广度 为了拉平起点放弃了深度 维护科举制度 结果是所有的考试都浪费了最宝贵的年轻时代 去练习无用的应试技巧 整个社会都会因此损失发展机会 也喊着要通过科举制考试来改命的考生 最多只能改自己的命 反而会导致整个社会陷入停滞 长大之后 这些学生发展稍有不适 就会抱怨社会太内卷了 但是他们努力维护的现行高考体系 才是最标准的内卷 农业社会搞内卷还不算严重 因为生产力当时有上限 浪费劳动力本来也不能持续提高社会发展水平 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 整个欧尔大陆距离近代的生产力突破已经很近了 而宋朝又是当时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王安石作为有预见性的人看到了新时代的前景 所以要尝试发动改革 王安石变法不算成功 但是他也给宋朝的领土和财政带来了难得的扩张 一直到北宋灭亡都能对西夏恢复攻势 到了1905年 清朝废除了科举 重新选择了王安石的教育方案 用学校替代科举 同时设置了多种学校 允许不同门类的人才都有上升空间 两次改革差了接近1000年 方案惊人相似 说明这是社会突破停滞寻求发展的必经之路 如果说两次改革有区别 就是王安石还算主动寻求出路 而清朝是在西方的压力下被迫选择了出路 现代社会如果搞教育改革 最好还是向王安石一二主动尝试 无论是王安石变法还是晚清废除科举 对于2022年来说都已经是历史经验了 杜公你认为这些经验能适用于当代吗 历史经验当然不能直接套用 但是历史和现实也有一定的相似性 今天的话题是从小镇作提家争论编制问题开始的 接下来我就要从当代小镇作提家的视角分析一下历史了 按照现在的通行标准 我应该也算小镇作提家了 80年代我生在一个几千人的矿山小镇上 小学毕业之后 我到纵横三四条街的县城都中学 1997年全国物理竞赛 我没有辅导老师 靠教科书上的这种考到了全省第六名 1998年高考是近30年来录取率最低的一年 我在河北考到了统计统工程专业 语文好像也是全线第一 同时我和大多数小镇作提家一样 为了考试牺牲了很多东西 直播的时候 观众应该发现了 我外语很差 除了在泥土场地上提及较足球之外 我没有任何考试之外的才艺 对我个人来说 最有利的选拔模式就是高考 换了其他任何制度 我都很难有更好的社会期间 我之前的节目也在小镇青年立场上提过很多建议 比如说教育经费全国统筹 取消分省录取制度 要取消学区房 改成拍卖的学位 赚到的钱用来建更好的公立学校 现在我就要说几句小镇作提家的坏话了 希望各位也能听进去 从唐朝到现在 世家子弟批判科举考试制度 他们的批判当然体现了自己的立场 但是客观存在的逻辑和事实也不能忽视 科举的确会让人陷到考试制度里面 扭曲学习方向 丧失对社会的整体了解 不关心社会的整体发展增量 其次 无论是科举时代还是现代 靠考试来换出身的寒门 的确为了升迁不择手段 往往会更看重利益 执政手段更严厉 毫不在意普通人的生活存量 纪检部门的文章 经常要专门提醒寒门出身的干部要自律 请您帮我读两段 看看落马干部的忏悔书 有很多我出身农村 我生长在一个贫苦的家庭一类的表述 甚至不少腐败官员拿穷怕了说事 比如落马官员刘铁南说 我从小苦日子过怕了 内心对富裕生活有向往 虚荣心强 好面子 这是所犯错误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 寒门入室的党员干部 所受的苦累 所经历的人生磨难 所进步的每一级台阶 固然是一笔无形而难得的财富 然而 无论是怎样成为党员干部的 都不能不守纪律 不讲规矩 以为以前吃过苦 受过累 一旦成了党员干部 就可以借权身材 滥用权力补回物质上的讲授 这种极端措施 只会把自己引入歧途 普通人看官员只关心执政效果 对于官员获得编制的方式 并不太关心 如果考试出身的官员 不关心社会发展 也不在意普通人当前的生活 再公平的考试也没有啥意义 更何况小镇作题家 未必就是在真正公平的环境下 考出来的 我之前就注意过 矿区小镇上能够靠高考 到大城市落脚的人 包括我自己 几乎100%对应了 80年代家里有书架的家庭 现在的小镇作题家 父母是教师和干部的概率 也远远高于现实的人口比例 就算是纯粹的农村孩子 如果有近亲之前 通过高考获得了阶层上升 也可以获得更多的指导和学习资料 产生更多的考试动力 我们的个人成功 其实包含了很多社会有利条件的 我看过太多的同学 在体力 智力 毅力方面都远远超过我 只是运气不好 家庭环境不好 所以很早就放弃了 读书求发展的机会 所以小镇作题家 不能只对更高的阶层要公平 对于那些比自己发展差的人 就摆架子 觉得对方不够努力 活该如此 这样上下两个阶层都会看不起你 改革也不会出现的 只有和普通人战斗一起 考虑公平和进步问题 社会才能进步 小镇作题家才有更多的机会 展示自己的能力 王安石变法这一类改革 也许不符合小镇作题家的直接利益 也许会伤害小镇作题家的自尊心 但是仍然值得我们严肃对的 回到中国新闻中刊 嘲笑小镇作题家的问题 请静静帮我读一点原文 这些小镇作题家 每天上培训班 做真体券 也仍然考不中那个 能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编制内职务 所以当看见能从市场上赚大钱的明星 还要分走几个编制内身份时 总觉得抢了自己的坑 但这是一种幻觉 似乎认为自己的收入低 是因为明星从既定的盘子里 抢走了自己那一份 实际上大家所知道的那些著名演员 和所谓的老戏骨 不少也都有编制内的院团身份 宋丹丹不是刚从北京仁义退休吗 蒲存希现在不还在演着茶馆吗 中国新闻周刊文化部主任的逻辑很差 天下的事情天下人管 不是一定要直接抢走自己的位置 才能开口 至于说仁义现有演员的例子 有编制的人做出了贡献 不能证明必须有编制才能做贡献 睡前消息编辑部 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稿子发出来 我也绝对支持年轻人 去批判中国新闻周刊的神奇文章 但是我看了网上的发言 很少有人去指责明显的逻辑漏洞 大多数发言都是站在小镇做替家的立场上 维护自己的尊严 稍微替换几个词 就可以拿到几百年前为科举制辩护 这仿佛回到了唐朝 科举官员和世家进行尖锐斗争 想证明自己是唯一的合理选拔方式 如果现在还有皇帝 看到网上这些发言应该会很开心 因为皇帝作为唯一的统治者 最大的利益是保持皇权稳定 浪费年轻人的精力不是科举制的缺点 反而是优点 反过来说 如果国家快速发展 社会面貌日行月异 但是威胁了封建秩序的稳定 皇帝宁可不发展 清朝几百年历史 在现代革命党出现之前 没有一个晋士出身的官僚造反 太平天国占了半个中国 也吸引不到一个晋士 李鸿章和曾国藩这两个晋士 明明拥有颠覆中央政府的武力 依然规规矩矩地留在体制内 左宗棠62岁当了闪干总督 因为缺了一个晋士称号 还向皇帝要求辞职参加考试 这就是科举制度延续到20世纪的原因 但是我们并不是古代皇帝 我们是希望国家持续发展 持续变革的普通现代人 用停滞来换稳定 对普通人来说是坏消息 对于小镇做提加尤其是坏消息 所以对于当前考试和进编制的问题 讨论不应该在简单的支持 和否定这件作选择题 面对科举和世家两种选拔方案的竞争 王恩石都能跳出 一维的坐标轴设计新方案 当代人的思考方式 也不能退回一根只有两头的棍子 现代社会应该怎么做 才能突破世家和科举 两种选拔模式的二元对立呢 前面提到 科举的核心政策都可以总结为两句话 学校要主导考试 而不是考试主导学校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 王恩石和清末的洋务派 都要求国家拿钱出来 建设多类型的公立学校 而不是规避教育责任 只重视维护单一科目考试的权威性 现在中国教育的问题 或者说每个小镇做提加都共有问题 就是国家既逃避了教育投资责任 也让单一考试主导了学校教育 越差的学校 越是缺国家投资的学校 越是围绕着单一考试来开展教育 初中高中 国家规定的标准教材都是三年 实际上所有学校都把最后半年 变成了复习重刺 也不见有人管 毛滩场一类的市场化学校 抛弃了正常教育规律 所有人都知道 而作为样板的恒水中学 张桂梅的女子中学 虽然拿着国家投资 明显超出了平均水平 还是把整个学校变成了一个考试复习班 所以小镇做提加的思考方式 遍布全社会 在恒水中学尤其恶劣 面对中国自己的问题 如果到外部寻找经验教学 可以发现 美国的方案更类似于中国古代 在世家子弟和科举制之间求平衡 既利用了双方的优点 也表现了两方面的缺点 只是美国还能吸收 全世界的精英少年来读大学 留下一大批人搞科研 所以暂时优点还能压倒缺点 这不是现在中国可以吸取的经验 所以我结合王安石的方案 考虑了几个可能的改革选项 第零条改革和教育无关 我想提醒官方的媒体 宣传要注意自己的潜台词 避免把高考和名牌大学 渲染成科举那样的正途出身 一旦有名校学生从军或者下级层 或者是成为地方官员 就作为正面典型拼命宣传 这实际上也是应和了小镇作题家 无限提升了高考的地位 第一条改革 是国家应该加强投入 把教育占GDP的比例提升到10% 甚至是20% 既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也超过其他国家的比例 让普通学生接受到的教育 明显超出中产接近用家庭资源 能够达到的水平上限 同时用规模化服务降低成本 这反映在坐标图上 就是在世家教育和科举模式的生态位上 各旋转90度 至于说钱从哪里来 各位可以想象 现在的地方债投了多少无用的项目 与其我们假装在投资赚钱 不如大到发发的把钱花到教育上 指望未来的高速度劳动力交税还钱 第二条改革是要强调教育主导考试 该有的非选拔性教育一定要有 如果教育部门自己顶不住考试的压力 那就由别的部门来执行 我过去一直说高中进士率已经80%了 说明教育部门自己不肯落实 每天一小时的高强度户外体育活动 这说明应该由武装部出面 组织每天至少一小时的体力训练 第三条改革是考试门来要增加 频率也要增加 如果考试压力不可避免 至少我们可以把压力均匀的分散到平时 免得整个教育周期都变成一个漫长的考前重刺 第四条改革是打破大学的编制 提高本科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淘汰率 同时也提供退出机制 双一流大学的教育 要争取让50%的人不能毕业 同时也提供转向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选拔方案 增加淘汰率之后 可能会有很多人在大学浪费一两年时间 不得不转向更容易毕业的其他学校其他专业 从而避免了更多的人在大学浪费四年 最后靠学校N次才能毕业的现状 这条方案的核心逻辑是把淘汰率放到合理的层次 在比较均等的条件下选拔人才 现在中国各个家庭各个省份的高考条件都不一样 但是高考集中了最高的淘汰率 而进入大学之后 学生获得了基本一致的学习环境 又不搞公平淘汰了 明显不合理 第五条改革是打破所有国企和公立机构的编制 公务员要经常考核在编人员和临聘人员的效率 比不过那就交换一下 小镇做提加总是说自己靠努力获得了现有的成就 那就应该让所有人都通过终身努力来保证更多的安全感 第六条改革是应该公开承认某些领域的选拔不一定适合考试 尤其不适合用科举制度来选拔 从历史来看 哪怕是科举制一家独大的明星两代 军队天文观测和医学行业也经常会实行准世袭制度 现代社会不一定要完全继承古代的传统 但还是会有某些行业长期处于手工业阶段 很难制定量化的考核标准 不得不用学图制来传承技巧 比如说专业的体育队 话剧表演行业 文物修复行业 这些职位不一定要有编制 但可能会长期接受国家的资助 只要招聘结果充分公开 就没有必要用公务员考试和高考的教育标准去衡量手工业 我算是一个资深的小镇做提加 这次抗议中国新闻周刊的普通网民也认为自己是小镇做提加 这说明大家真实的共同诉求是争取群体利益 所以我提醒观众群体利益不等于个人利益的简单累加 如果小镇做提加因为自己是科举制考核的胜利者 就要求全社会都实行科举秩序 最终会把自己也困住的 前面我回顾了古代科举制 就是想提醒观众 古代的统治者选择科举制的核心原因是维稳而不是公平 从实际的历史发展来看 科举制社会往往是停滞收缩的社会 汉朝唐朝前期和清朝前期 均是贵族和世家共同执政的时候 中国文明争争日上 宋朝明朝让科举制官僚给国家掌舵 文明区域就不断收缩 明朝早期虽然也有一定的扩张 但朱元璋恰恰是极少数长期停止科举的中国皇帝之一 2022年这次做提加争议 原因也是高速增长时期结束 社会有停滞趋势 所以小镇青年重新要求维护编制考试的权威性 这迫使我们重新考虑王安石遇到过的问题 社会要进步还是要维稳 现代社会当然要维护稳定 但是这个稳定是全体现代人民的稳定 不是小镇做提加的稳定 很多人看古装剧多了 考虑问题会自动带入皇帝 世家子弟和士大夫的视角 所以总是在历史的尼坑里面打转 八九十年代 国内的媒体无条件赞美西方教育 夸耀贵族精神 是典型的世家傲慢 现在小镇做提加 想用高和尔公考的秩序来约束全社会 又是典型寒门士大夫的小气想法 更可怕的是 因为学区房的存在 因为家用电器节约了时间 让小镇做提加能够抽出时间自己教育孩子 所以很多人既有寒门士大夫的小气 又羡慕世家子弟的傲气 两方面的坏处都占尽了 这种社会思潮 便是现代社会的绊脚石 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发现了 这是一期批判小镇做提加 或者说小镇做提加自我批判的节目 为什么媒体讽刺了小镇做提加 我还要大家自我批判呢 因为小镇做提加 是对现代社会格局最不满的一批人 而我们的不满往往来自于身份错位 前面我分析了 唐朝世家子弟和寒门考生的争论 但是从人口比例和社会发展方向来看 小镇做提加对应的既不是世家 也不是寒门 而是平民 是老百姓 前面引用过文艳博为科举制辩护 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句话 陛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 下一句是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摆在百姓的位置上 摆在无产阶级的地位上 小镇做提加的很多问题就自然解决了 我们是比较擅长做数学题的老百姓 是熟悉写作而套路的无产阶级 如果所有做提加的人生目标只是考一个编制 带着安全感俯瞰其他人的坚然生活 就算编制到手也不会有真安全 90年代欠薪的公务员和下岗的国企员工 已经演示过教训了 所以与其抱怨别人的编制来得太容易 抱怨自己的努力换不了安全感 小镇做提加更应该思考编制和考试本身的问题 考虑教育和选拔机制如何超越古代科举制的问题 毛主席把共产党宣言的精神总结成一句话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这句话我要和各位小镇青年共勉 好 467世间消息到的结束 文字内容随后我会发在 世间消息编辑部的公众号 欢迎转发 下一期节目我们在周五播出 明晚周三我们会照例直播 主题是小说骆驼降渍的时代背景 欢迎各位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